台中起冲学校惊传 有老师虐待学生 最新消息来看 这个高二生呢 是被打巴掌打到鼻血直流 老师虽然登门道歉 不过却只说 他是轻轻的抚摸他的头 家长气愤难平 希望学校借过处分 他面中是台中起冲学校的料姓老师 一个巴掌就往学生头上打下去 出手完全不留情 这还不是他第一次出手打人 有老师看不下去出面投诉 家长看到自己的宝贝儿子被欺负 哭得气不成声 事件发生在今年1月初 要老师怀疑学生偷吃饼干部老师报告 就不断出手打学生巴掌 导致鼻血狂流 事后还变称 只是轻轻抚摸学生的头 教育会就是决议说 那要启动这个不是任老师辅导的机制 所以这个老师已经进入辅导体了 面对打人事件 校方警表示还会在观察 但是教育基金会认为 这样的陈储太轻 迎将料姓教师解雇并检讨特教机制 才不会让更多学生受害 才不会让更多学生受害